汉武帝如何兵不屑任完成薛藩 汉高祖刘邦在建立之初分封了大量的诸侯王 本来想着是让自己的儿子们共同拱卫大汉江山 但实际上才过了两代人 诸侯国的势力就壮大了起来 例如当时的吴王刘弼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不可敌国 还常被军队完全不把天子放在眼里 汉景帝想过收回诸侯国的土地 但他削翻的诏书已发布 就有七个诸侯国联合发动了叛乱 要不是周亚夫力挽狂澜 整个汉朝都将陷入无休止的内乱当中 虽然七国之乱被评定 但无力征服终究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诸侯国的实力依然强大 继续发展下去很快就会爆发新的叛乱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汉武帝即位了 对于伟大步调的诸侯国 他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推恩令